要不是有监控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老父亲突然瘫倒在地 女儿现实大叫了一声 随后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见女儿迟迟没有动作 老父亲只能开口说道 女儿听后没有犹豫 立马焦急地跑回屋叫哥哥 在妹妹一声声焦急地呼喊下 屋内的哥哥也知道了爸爸的情况 于是赶紧和妹妹一起跑了出来 而他接下来说的话却令我万万没想到 听见儿子大喊开席 老父亲虽然有些扎心 但还是想把这出戏演下去 可此时儿子却迟迟没过去 而是在原地一直念叨着开席 此时妹妹听见能开席 不明所以的她也是激动地手舞足蹈 然而激动过后 哥哥却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屋内 留下妹妹一个人愣在原地 看见还在地上躺着的父亲 妹妹只能焦急地呼唤着爸爸 看见爸爸迟迟没有起身 女儿越来越着急 只能回屋叫哥哥给妈妈打电话 然而此时哥哥却仍没有反应 老父亲越想越气 只能自己起身冲进了屋里